大家好,欢迎来到童话时光 今天小猪佩奇等着来到海底小众队的基地参观 他跟队长介绍,这是我们的深海潜水艇 有了潜水艇,我们就可以到深海里面去探险 佩奇问,那在深海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马克对队长回答,上面有一些工具和装备可以帮助我们脱险 马上就给你们介绍 这潜水艇上面是可以打开的,人就可以从上面进入 然后两边的这个手臂是可以摆动的 而且前面的这个工具,像这个钻头,这个钳子都是可以转动的 虽然我们不出这个潜水艇也可以做一些的工作哦 这就是我们的深海潜水艇 深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 嘿,还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哦 更甚至有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的地方让我们去探险 佩奇说 听起来好吸引人啊 人们对未知和神秘的东西总是充满着向往 看,这大笼子是我们出海必备的 佩奇问为什么呀 马克对讲说 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把未知的生物或者海怪带回来研究 哦,原来是这样啊 看,例如像这种凶猛的大鱼,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笼子里面带回来 看到小朋友们靠近笼子,谢灵通赶紧提醒小朋友们别靠太近哦 小狗丹尼说好大一条鱼呀 他会有人吗 这是凶猛的鱼类 有锋利的牙齿 大家不要太靠近比较好 他被光在笼子里面应该不会咬到我们吧 佩奇说 有备无望,小家伙 谢灵通回答 哦,知道啦 我们不会靠太近啦 这一期 小猪佩奇到海底基地游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Yay 给大家看